好 現在焦點現在是打撈殘骸嘛 因為殘骸上可能有些美國的秘密 這個部分我稍後請這個閻老師 給大家說明一下 但是因為今天下午跟介老師談 介大使談這一題談得很細 但當時沒有這段影片 所以來 我們請這個導播 把這個影片再放一下 我請介大使來看 我們今天下午有一些推測 對不對 看了雙方的說法 我們做了一些推測 那你覺得這個跟你當初想像的一不一樣 你怎麼看 我本來以為它是從正面這樣子 去交由的嘛 那它是從後面來的 不過這個從它的螺旋槳 跟那個機的造型 還有它從下面這個地方照上去 可以確定是從這個 這個MQ-9 這個無人機上面照出來的 那個飛機是MQ-9 因為它的本來的 它的整個的攝像系統 就在它的肚子 頭的下面肚子 所以它可以拍回去的 那所以這個是有交由 這個證明了 俄羅斯說沒有 俄羅斯沒有提有沒有交由 俄羅斯完全跳過這一段 對 俄羅斯講兩點 他第一個我沒有開火 第二個沒有接觸 對 那現在看起來 交由大概不算接觸 反正它就有交由 被抓到證據就交由 可是美國人說交由 然後碰撞 插撞 可是插撞這個影片 沒有看到有插撞的 它只是最後它的那個螺旋槳 慢慢越轉越慢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也不能說俄羅斯又講謊話 它沒有說有沒有交由 它才跳過嘛 它沒有否認 那現在影片證實 至少這一點 俄羅斯滅而不宣 但真的有交由 好 那碰撞的部分 因為俄羅斯斬禁截截說 我沒有接觸 沒碰撞 那請問一下 光是交由會讓它墜海嗎 它可能讓它的那個引擎 已經轉不動了 所以你看它在轉的時候 慢的時候 它那個螺旋槳也沒壞 它螺旋槳還是完整的 它這個飛機 從後面要撞那個螺旋槳 或者從任何角度 撞那個螺旋槳 我認為技術上都不可能 因為它的螺旋槳 很貼近的機身 然後它的尾翼 是一個三角形的 兩邊翹得很高的 下面還有一束 所以你任何 你要光撞的那個螺旋槳 不撞到它那個三肢尾翼 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美國有一個退伍軍人說 哪有這麼笨的 他說這個撞這個飛機 非常危險 你這個是有人機 撞個無人機 是不是頭殼壞掉 你拿人的生命去 撞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 所以這個根本就 這個不合理 那現在美國拿不出證據 就是說它這個飛機有被撞到 而且它最後是螺旋槳也是好的 那最後它是自己放棄 讓它醉海了 所以現在 現在因為日 這個俄羅斯講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有一個特別軍事行動的 一個進飛區 那你進來以後 你要把你的所謂的 應答機要打開 對 他說美國把應答機關了 為什麼要關 就是說不讓你知道 應答機的話 你就隨時 你就要通知說 我有進來 那我把我的這些所有的這些機件都關掉 意思就是偷偷摸摸 而且人家有要求你拿應答機 你要進來的話 那你就應該開著嘛 那你就不開 所以呢 現在俄羅斯一口咬定就說 你這個是挑釁行為 雖然它沒有說 你是不是進入到俄羅斯領海 可是俄羅斯有畫一個 這個所謂的進飛區 進航區 那它也沒有說 你進到進航區就擊落 當時美國在打伊拉克的時候 在伊拉克整個上空化的一個進航區 你民航機進去它都給你擊落 你不要說這是什麼無人機戰鬥機的 那俄羅斯這個看起來只是說 我這個進航區 你進來你的應答機不能夠關 那俄羅斯說你的應答機關了 這點美國也沒有回答 這美國也沒有回答 這沒有回答的應該都是有 我覺得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所以呢 美國還一直緩暇 美國這個事情發生一開始以後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普萊斯 就講了一句話說 從我們的資訊判斷 那個俄羅斯的飛行員的舉動 應該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然後後來 美國的這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的 Mili主席啊 他也跟俄羅斯的參謀總長通電話 然後他出來也講 他說呢 他說 看起來 這個不是故意的 那美國為什麼要幫這個俄羅斯換家 替自己換家 因為要不然的話 美國人會說 怎麼這麼慫呢 飛機都被人家撞下來了 還不敢 還不敢 還不敢硬起來 對不對 連一個漂流氣球都給人家射下來 現在你的你的無人機 王牌無人機 被人家被人家 死神被人家逼著去見死神 對啊 你現在都不敢逼 所以他現在趕快要 叫說對不起 他沒有關係 對方不是有意的 你不要你不要 我們我們也沒有辦法太怪別人 那不過美國一開始講的 他用那個 他講的是Slam Slam 好像關門 用力關的那個Slam the door 用Slam這個字 其實本身我就覺得有一個解釋空間 為什麼Slam 是撞到嗎 還是怎麼樣呢 甩到 對甩到或什麼 不過美國俄羅斯從頭到頭的時候 沒有接觸 俄羅斯講的是斬丁截鐵 沒有任何接觸 那現在美國拿出來的這個 你看那個飛機交過油以後 這飛機還完好無缺 還在飛啊 所以如果說有接觸的話 那個飛機現在就已經 就已經 就已經 就已經要不然就是螺旋槳壞了 要不然就是那個尾舵被撞斷了 或怎麼樣 可是都沒有啊 尤其在空中如果是接觸 那個高速 嚇一下 很危險啊 對 我覺得他要能夠撞到那個螺旋槳 不跟那個飛機的其他部分有接觸 我覺得除非是那種 Top Gun Top Gun 那個 好萊塘姆克魯斯 在世 可能也做不到 對 也可能做不到 因為 因為 真的 你可以 你可以去看那個 這個機的構造 他的整個螺旋槳是在屁股的最尾端 然後上面那麼長一個尾翼 下面也一個很長的尾翼 你怎麼只撞到 你不可能只撞到螺旋槳 不撞到別的 而且還不是停止的時候 還空中高速的時候 對 你想想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蘇凱二七 他的速度有多快 非常快 蘇凱二七在歷史上 我們看不是有一個傳奇事件嗎 就巴倫之海的手術刀事件 對 但現在來看還被拍成了電影 不過現在很多軍事專家認為 那是個意外 你覺得他真的那麼神嗎 在空中把人家開一堂破渡 然後自己玩好無恙 有可能嗎 湯克羅斯都說我沒辦法 對不對 但不管如何 因為發生了 所以大家就把它神化 然後變成一個電影的好題材 一直傳說到今天 當時就是蘇凱二七 所以這次又是蘇凱二七 所以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美國是不是低調 也不太想一直去烘托人家 蘇凱二七真的那麼棒 當初的手術刀 到現在還留著 當初有沒有 現在去砍我 大美國的無人機 死神無人機被他砍死了 所以這個他在外交上 而且對俄羅斯他也沒什麼好 都已經制裁了 不是嗎 對啊 俄羅斯都已經那麼慘 你現在能怎麼辦呢 現在俄羅斯 他只好說俄羅斯那個飛機也受傷了 可是俄羅斯飛機 你又證明他受傷嗎 他咬死說人家受傷 對啊你自己飛機 已經已經掉成跌落大海了對不對 那美國人我覺得就是自己給自己找台階下 找台階 第一個是說是我讓他墜落 可不是被你逼死逼下來的對不對 第二個你也受了傷 你沒有從我這裡逃到什麼便宜 就是現在只能夠這樣 然後馬上幫對方還價 不要怪他 他不是故意的 我們第三者看起來還是美國很慫 就是啊 對美國很慫 死神被人家逼死了 對對對